儿童打错疫苗的事件 就发生在基隆市这间诊所 一名就读国小一年级的七岁男童 二十三号当天 有男童家属带往诊所 要求施打辉瑞BNT疫苗 没想到诊所错把成人剂量的 辉瑞BNT疫苗 就直接注射到这名七岁男童身上 辉瑞BNT儿童疫苗 是针对五岁以上未满十二岁 成人疫苗是针对十二岁以上 儿童疫苗是橘色瓶盖 橘色框标英文标示 成人疫苗是紫色瓶盖中英文标示 儿童疫苗每季含量十维克 而成人疫苗是三十维克 至于儿童疫苗每季接种剂量 是零点二毫克 成人每季接种量是零点三毫克 有没有跟医生讲说 他是几岁的小孩子啊 怎样 因为单纸上有写 可是他们现场就是没有问 诊所没有问就对了 对 男童家属表示 因为收到学校发的疫苗通知单 表示将提供学童接种莫德纳疫苗 但家长希望孩子能接种辉瑞 BNT儿童疫苗 因此自行前往诊所预约施打 而男童二十三号被打错成人疫苗之后 当天出现忽冷忽热 想吐发烧的症状 隔天二十四号暂时稳定 到了第三天二十五号 发生胸闷不适的情况 被送往医院急诊 所以目前已经情况稳定 恢复正常 指挥中心面对这起男童 被打错成人疫苗的事件 也做出回应 明明儿童疫苗是二十六号才开始施打 但这起打错成人疫苗的事件 却发生在二十三号 也受到外界质疑 只能说家长心急诊所也一时疏忽 才导致这场意外 华氏新闻陈凯生 接龙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